国足开启新一期集训 15名教练组成员似乎比球员精力更精彩 我们来盘点一下这些大佬们曾经的国足高光时刻 最经典的肯定是鱼庚伟 那力价值千金的施域在进球 2001年对阵阿曼 他的门前扫射帮助国足提前两轮进军韩日世界杯 韩日世界杯上 赵俊哲对阵巴西射门中座 成为永远的遗憾 曾经的李金宇是国足封建杀手 对阵日本的四国赛 李金宇门前投球得分 国足2比2战平日本 那是2005年 那时国足还能与日本抗论 同样是2005年 国足对阵德国队的友谊赛 孙祥一脚远射 郑志抓住德国队失误 送出单刀球 可惜谢辉没能把握住 孙祭海这一次在德国禁区一脚暴射 险些完成进球 孙祭海完成船中 东方卓投球中主 孙祭一的任一球独步天下 零几年亚洲杯对阵伊朗 一击圆越弯刀 让伊朗防线瞬间瓦解 教练组大佬们全是有绝技防身 希望他们能帮助到如今的国足